我盡量不要让我家里有婆媳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常常看到我的奶奶 跟我的妈妈在吵架 可是我就觉得奇怪 就是我的爷爷跟我的爸爸 都没有在说话的 我问是我国中的时候 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说以前家里遇过的问题 在我的家庭里面 在我自己家庭里面都不要发生的 所以你从来没有让你太太 跟你妈妈发生争执 没有 他们现在两个第一次相爱 我有跟两位女士说 我说两位就是保持距离 安全距离 原来是安全距离 大家不熟其实 没有熟 因为我们在十年才结婚 所以其实都已经 很熟 从学生就认识在 有些很幸运是学生就认识 然后我就说结了婚更加保持距离 所以你也没有逼你太太 一定要去发现你妈或什么之类的 没有 我跟我妈妈说 有什么事情直接打给我 这个很好 我说你不要打给我老婆 她一定会告诉我 所以有事找我 不要烦我老婆 所以有事找我 好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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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我家有遇过 然后我有跟我老婆说 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你看到大家都说完之后 你就往厨房走 我说你只要一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叫你回来 我就叫你回来 我说你回来 我说妈妈我跟她一起洗就好了 我说我洗 我妈妈不会说我妈妈 你不要洗啊 叫谁洗 我说不用 她很累了 我说我洗 然后过不久我们就走了 我们走了以后我妈 我妈不想你叫我再回去洗 我妈不想你叫我再回去洗 我说你 然后跑到 我不想说好老公耶 没有 因为真的面面俱到 这个浪摊子就在我身上 不是我老婆问头 OK 因为刚刚大家都觉得你是 好多人都学你当老公了 对 结果你竟然被指控 是一个非常不浪漫的人 我非常不浪漫 非常非常不浪漫 连一点荆棘 一个小礼物你都不愿意做 哇 真的没有过礼物 可是我的房子都是她的名字啦 好 这是她的 哇 最大的 最大的礼物了 我分厚的财产都她的名字了 哇 好帅 所以这个 这个跟 这个跟 这个跟惊喜喜爱的礼物 或者是房子在你名下 哪有没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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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日子 欸 有没有搞错啦 你老公房子在你名下 你还要complay 曾经买过礼物给她 可是我发现到 她的那个表情 不是很诚恳的 被打枪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 就我们都知道 都一样 我们都 买到不是她喜欢的嘛 对 所以我们都感觉到 买不到她喜欢的 那因为女生喜欢牌子 跟我们知道的牌子 其实不太一样 对啦 但我就觉得说 哇 那其实我也蛮挫败 那她也蛮 她也蛮难过的 她也蛮累 她还要演给我看 我会说 对 我觉得好累喔 好累喔 那我就说 那干脆以后就 你要买什么 你自己去买到 你就是实际型的人 对对对 OK 好 听完他们的那个老婆 讲的话之后 重新选择 在你们心目中 三个男生 谁是一百分的好老公 你要嫁给他 我觉得还是彦均哥 因为我觉得 婆媳关系真的很重要 而且房子在 房子是你 对 是加分 OK 听听 彦均哥 你让婆媳关系很重要 婆媳关系 彦均哥 我也是 我也是务实派的 其实我才是 那个不浪漫的人 所以如果 他是一个就是 要什么自己去买 然后偶尔可以一起 庆祝一下 也不用说什么惊喜 我也不需要那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彦均哥蛮务实的 今天晚上11点 my video线上收看 小姐不吸地